近来美方单方面不断升级贸易摩擦 各种动作不断 致使中美经贸磋商严重受挫 中方对于谈判的立场始终是明确的 如果美方想要继续谈 就应该拿出诚意纠正错误做法 只有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磋商才有可能继续 合作有原则 谈判有底线 中方在重大原则性问题上绝不让步